习近平大清洗,军权警权一起抓,抓紧枪杆子,中共十九大前夕,习近平紧密布局,全面清洗中央军委,撤换海陆空三军司令,军改打破大陆军,体制以及加紧从武警收权等,动作之频繁引发外界关注。 军方高层出现的密集变动凸显习近平急抓军权,排除隐患,以确保十九大人事布局平稳完成。 中共十八大前夕,曾罕见出现过五名中央军委副主席并存的状态。 按照近期的消息披露,中共十九大前,很可能再次重现十八大一幕。 星岛日报9月1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,过去中央军委只有两名副主席,权力过于集中,吸取郭伯雄,徐才厚的教训, 十九大中央军委有可能由原来的两名副主席曾是四名,不让副主席做大,加大他们的分工,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,以树立习近平作为军队最高统帅的绝对权威。 消息透露,现任两名军委副主席中,范长龙已经演过七旬,将在十九大退休,许齐亮将会连任,此外,还会新增装备发展部部长张又霞,火箭军司令员为凤和,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三人为军委副主席。 同时,中央军委可能不再涉军委委员。 海外中文媒体引述军方消息人士称,未来中央军委副主席可能不入政治局,以稀释其权力,以防架空军委主席。 而对于即将到来的十九大,港媒也报道称,习近平将会先军后党,即首先订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名单,全面形成习家军。 报道说,身兼军委主席的习近平已牢牢掌控军队,基本敲定军委名单。 中共武警部队一度曾试试中共军队系统的一个极度腐败的重灾区。 东方日报报道称,武警部队在周永康主管政法期间被大规模扩编,在时任武警部队司令员王健平、武警政委许耀员的指挥下,深度参与十八大前的政变行动。 习近平上台之后,迅速调整武警部队的人士,将司令与政委这两名主官调职,换上新信。 在新一轮的武警人士换血中,又将王健平、许耀员在省一级武警中的暗装一个个拔除。 从去年起,多名武警高层纷纷落马,包括前武警部队司令员王健平、前副司令员戴肃军、牛志忠、前武警政委许耀员、前副政委于建委等,牵连甚广。 在六月初就有消息人士透露,许耀员已被军纪委带走调查,许被视为许才后嫡妻,是许才后卖官的操盘手,许本人也培植亲信,家族共有十一人进入军队,暗示许已全谋私。 武警政治部副主任成委,武警水电指挥部政委唐晓,武警后前部政委沾海关,也均遭免职。 此轮的武警部队大清洗,不止武警的最高层纷纷被查,连地方的武警头目也遭大幅换血,甚至被查。 2016-2017两年时间内,中国的过半省份武警总队主官发生了调整。 财新网7月3日报道称,自6月以来,国务院、中央军委调整全国14个省份和地区共15名武警部队主官。 这包括10名武警总队司令员和5名武警总队政委履新,其中武警西藏总队司令员和政委双双对面。 除了人事调整外,习当局还改变了武警部队的隶属关系。 香港东方日报报道,过去武警受中共中央军委和国务院双重领导的状况不复存在,一统二分的体制被打破,变为武警部队一切重大问题由习主席决策和决定,必须坚决听从党中央,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。 而武警的警种部队,如黄金、森林、水电、交通部队,其职能任务将随改革出现调整,如黄金部队已开始进行军事地制任务。 外界认为,今后军权警权高度统一,枪杆子已牢牢掌握在习近平手中。 在习近平手中。